好 線上的童工 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感謝神的恩典 那我們今天可以透過 我們所有的網路 我們一起來分享 分享福音戒毒 我們感謝神 我們今天所要分享的題目是 如何在困境中 如何突破 等一下呢 我們會將時間交給李志偉牧師 那我們開始之前呢 我們還是要來禱告 為著我們所有的機器設備 還有所有的 我們所有的每一個人心來禱告 那我們能夠 都有能夠得著 我們再次低頭禱告 天父 我們要謝謝你的恩典 謝謝主 讓我們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跟弟兄姊妹 一起來分享 主 我們再次仰望你 特別將今天所有的 網路視訊的機器的運作 所有網路的順暢 都交在主人手裡 求主你保守我們 讓我們能夠 透過這些方法 能夠幫助更多的弟兄姊妹 能夠更多的明白福音戒毒 也讓更多的人可以 心被恩感 然後完全再次的降伏在主你面前 求主來帶領 保守一下時間 祷告奉耶穌基督得聖的名 阿們 好 我們很快的把時間交給李志偉牧師 大家好 很高興又有機會在這個線上 能夠跟大家分享一些的那個內容 感謝主的恩典 那今天呢 他們那個 給我的題目是 福音戒毒傳道人 面對的難處即如何突破 就是面對的難處即如何突破 其實我覺得難處每個人都有 我想這個世界上除了死人以外 我想每個人應該都會面臨某一些的難處 然後有他必須學習面對的課題 譬如說小孩 小孩也有很多難處 我每次看到我那個小侄子 背著書包 比我背著那個大背包還要大 然後常常在路上捷運看到那個小孩子 就要學情 又要學東學西的 都說小孩子不能讓他輸在起跑線上 所以小孩也面對很多很多的難 那成人呢 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就會覺得 我如果畢業了 有一份好工作了 我就可以獨立了 那時候我想應該就會很好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職場也是很辛苦不是嗎 養家糊口 甚至於工作 工作了到退休 連買房子都沒有辦法 都不是 連買房子都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那在職場也那麼辛苦也那麼累 也那麼難 我們就會想說老了之後呢 我就要好好的安享天年 好好的過我的退休生活 其實也很難 因為現在很多 爸爸媽媽都直接就是把小孩子救給 救給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退休的代 因為我的年齡也越來越大 也認識越來越多退休的朋友 他們現在都忙著 忙著在那個帶孫子很多 所以你看 其實喔 無論是小孩 成人 老人 其實這世上的每一個人 多多少少都會學 都會要面臨難處 傳道書三章十一節呢 他說 我見神叫世人老苦 使他們在世上受精煉 難處常常使人受苦 但人受精煉 它其實對人是有益處的 像成熙會的建築尊呢 也會發生很多很多的難處 但成熙會三十八年來 因為難處 我們同工 然後整個的 整個的那個 那個組織所受到的精煉 其實呢 從我們所留下的那個 備忘錄的種類 什麼什麼備忘錄 什麼衝突備忘錄 什麼什麼 很多的種類 還有呢 我眼見 許許多多從門訓結業的同工 然後開始進入他的服飾崗位 然後從他處事非常非常的深色 然後到現在都非常的成熟 其實這些的面相呢 都呈現了他受精煉後的一個益處 詩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節呢 那邊他說 詩人說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 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 當我們面對難處啊 就是患難的時候呢 我們就能生發忍耐 而忍耐呢 就能生老練 老練呢 就生盼望 而後保羅說啊 盼望必不至羞愧 這是在羅馬書5章3節到5節A的那裡 這是保羅呢 他面對難處的時候呢 他經歷上帝 所記錄下他最真實的學習心得與見證 或許啦 或許當我陰著難處 在無法成眠的夜晚 不知道各位也有沒有 或者是有時候我們陰著難處 我們會有那個黯然淚下的那個 那個心酸跟苦楚 我們也說不定有時候會陰著難處 然後覺得上帝離我很遠很遠的某個時刻 可是我們想一想 說不定 其實那個時刻呢 正是我們離神最近的時刻 所以其實我覺得 面對難處與突破 其實就我們而言呢 上帝其實 祂就是一個 最棒最棒的一個醫治者 最棒最棒的幫助者 最棒最棒的陪伴者 那我簡單的 其實我就來簡單的講一下 就是福音戒讀的那個同工呢 其實比較容易面對的一些難處 然後之後呢 我再用一些的聖經的 一些的那個領受跟信息 然後再來做今天的整個 整個內容的一個分享 首先我覺得福音戒讀的那個同工 他常會面對的難處呢 其實就是會是一種 舊習性跟舊思維的改變 其實從我們 從我在那個戒讀生的時候呢 就常常聽到劉牧師在講 今春的時候就在講 然後也找到同工 那個啊 那個 懶得你要學習那動一動啊 然後太好動了有沒有 你就要讓他學習安靜啊 然後坐下來讀聖經啊 有沒有 動的要學靜 靜的要學動 其實總而言之就是 務必呢 就是能夠讓一個人的性情 一個人的那個狀況呢 他能靜能動 那這樣子呢 對他一個人格個性的塑造呢 會是比較好的 然後第二個 有時候也是 晨熙會特別會遇到的一些難處就是 管理輔導 跟道義交情 其實我們晨熙會 大部分的人都有那個背景 那個背景喔 雖然說 雖然說 雖然說也不是多光彩啦 但是喔 其實我們是真的是 蠻重道義的喔 但是呢 你身處在一個福音戒毒的傳道人 在一個輔導的角色的時候呢 然後當你跟學員 有一些好的交情的時候呢 哇 你今天你發現 你發現那個 那個 那個 某個學員 然後也是你的好朋友 然後他違規 犯了一個規定 其實那時候你心裡面 就要面臨一些的 很多 一些的掙扎 一些的 就是說 這件事情 說不定他這樣子也能夠幫助 然後他又一直拜託你 什麼樣等等的過程當中 說不定 我們就會容易的就 就這樣子讓他過去 然後這樣讓他過去 說不定就容易的造成一些 很不好很不好的結果 譬如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輔導 輔導 本身它有個輔導倫理嘛 叫做保密 有沒有 可是你看看喔 福音戒毒 我們戒毒 戒毒春假的同光好了啦 他一方面呢 要負責輔導 一方面又要負責管理 其實本身它就是一個兩個互相 衝突的一個角色 其實這也是福音戒毒傳道的人 常常會面對的一些困難 然後再來就是牧養教會 跟教會牧養 其實我覺得我們每一個同光每一個 因為陳希惠它本身它是一個福音戒毒的機構 它是一個福音機構 所以在這個福音機構裡面呢 因著某些的需求性 那我們機構也會有案例傳道 案例牧師等等的 但是呢 我們雖然在陳希惠這個福音機構呢 我們也有機會去牧養一些的過來人 我們也有機會去福打光懷陪伴一些人 但是其實我們本身也應該是要被一個教會牧養的一個角色 就是說我們也應該要在我們的平常呢 我們也有一間屬於我們的教會 然後我們在當中呢 尾聲有服飾 為什麼福音戒毒傳道的人在這方面會比較難 譬如說其實 因為在戒毒孫生中戒引者的需求啊 所以你就常常需要輪值班啊 那輪值班有時候你常常就是輪到禮拜六禮拜天啊 那你就沒有辦法正常的去教會聚會 然後還有 有時候也會有家庭照養的需求啊 你一個禮拜五天 四天半五天都在戒毒孫 回到家 回到家裡面 那當然就是有時候 有比較你家庭有年老的一個照養需求啊 還是有小朋友的照養需求等等的 其實這些它都容易會造成一個福音戒毒 身為一個福音戒毒 然後譬如說 特別是它是在戒毒孫當中的話呢 它這個部分有時候會成為一些的難處 然後呢 福音戒毒傳道的人 它如何能夠來突破難處呢 其實我想到的是 這個也是劉牧師的那個的教導 他說福音戒毒 特別我覺得在晨禧會當中 確確實實的分得很 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次序 劉牧師說 在晨禧會裡面幫助人戒毒的過程當中 它必須要有次序 譬如說第一個就是先扎根後建造 其實我們都知道來戒毒的人 一個吸毒的人他其實遭受到的破壞呢 它確確實實是一個全能性的破壞 就是連價值觀什麼什麼都非常非常的偏差 所以呢 來到那個福音戒毒當中呢 我們就必須幫助這個對象呢 他能夠先扎根 那扎根在什麼地方呢 扎根在耶穌基督 扎根在上帝的道上面 也就是扎根在磐石上 這其實跟 就是扎根就像蓋房子一樣 它總是要有一個很準很準很準的一個基準 然後再從那個基準上去建造 就先扎根後建造 那建造什麼呢 用什麼去建造它呢 當然就是真道 就是上帝的話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先敬拜 後釋奉 也就是說你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信仰生活 我們必須要在上帝面前有一個敬拜 那敬拜是什麼 敬拜呢 就是我覺得就是心靈誠實 因為在聖經當中也有提到就是說 上帝喜悅的敬拜是心靈和誠實的敬拜 也就是說我們先存著一個心靈 誠實的心靈來到上帝的面前 然後呢 我們再侍奉 那侍奉呢 無論我覺得 無論上帝是讓我們在什麼樣的職份 讓我們在什麼樣的一個 負責的一個服飾內容 我覺得在這個內容當中 我們要侍奉的東西 就是我們當守的道 當守的道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先生命後生活 先生命後生活 這個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 對於我們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或者是說重要 先生命我覺得就是 當我們一個人 我們願意在某一個覺得非常受約束的環境當中 我們願意志願的去受約束 然後呢 我們能夠在那個受約束的環境當中 我們能夠生活感覺到真自由的時候呢 那這個程度大概就 就真的可以享受到那個 所謂生活當中的真正自由了 否則你如果沒有那個生命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很多很多的那個來成希薇的弟兄 其實在接觸心當中都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信仰生活 靈修生活也都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呢 就是因為沒有建造的太好 然後沒有長時間的呢 讓他的生命能夠很穩定 習慣的在這當中 於是呢 他有了一份好的工作 於是呢 上帝可能給他一個很好的機會 然後讓他在經濟的面向上 讓他在其他某一個面向上 那就特別特別的有一個好的機會 可是結果那個 因為他沒有那個好的生命 足夠成熟穩定的生命 以至於呢 他那個好的機會呢 反而變成讓他 後來又再次軟弱的一個原因 所以先生命後生活 他確實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次序 然後第四個部分就是 先集中後分散 其實這些的部分 劉牧師那時候在分享的時候呢 他其實都有那個聖經的一個根據 那我最記得的就是這一點 就是第四點 先集中後分散 劉牧師那時候是用那個 約書雅回到吉甲 他們那時候 他們剛過那個 出埃及然後剛過越旦河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每次出去征戰的時候呢 之後都會回到他們的那個 那個基地回來 回到那個基地 所以劉牧師就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就有這樣子的一個 先集中後分散的一個部分 那先集中當然就是怎麼樣 集中就是接受訓練 接受訓練 然後呢 後分散就是 當我們集中 受到一個很好的訓練之後呢 我們之後分散 我們就可以滿足很多不同方向 不同人的需求 就是先集中後分散 然後第五個部分呢 然後第五個部分呢 就是先和睦 後獻祭 先和睦 後獻祭 這個也是出於那個 新約主約書的教導 他不是說 你如果要怎麼樣 怎麼樣上台讀的時候 你跟人有什麼樣不好的時候 你要獻祭之前呢 你就必須要找 你就必須要先跟那個人和好 所以先和睦 後獻祭 其實在福音界讀當中 我覺得先和睦後獻祭呢 它帶出的一個 實質上面的效益呢 和睦 我認為就是 言以律集 寬以待人 當我們能夠言以律集 寬以待人的時候呢 其實我相信你的人際關係呢 它會變得跟以前很不一樣 然後當你擁有一個人際關係好的時候呢 其實五行當中就建立了你某一個支持的體系 然後呢 我們言以律集 寬以待人 我們語言和和睦睦的時候呢 我們再去獻祭的時候呢 我覺得那個結果就會是 蒙連續得恩惠 然後就成為我們隨時的幫助 因為我們透過和睦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真的累積了一些 我們很好很好的一個知識體系 人際關係等等的 那最後一個部分呢 就是先求神的國 後求神的義 大家 當然一聽就知道自己的禁文是出自哪裡 出自馬太福音那邊 就是說 你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這些上帝都會加給我們 確實其實在福 確實我覺得在福音界讀的這個福事領域裡面 真的先求神的國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兒女的一個位分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知道說 身為神兒女的位分這個是多麼大的恩典 然後能夠在這個當中 然後認認真真的 確確實實的 去做好身為一個神兒女的這個角色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求神的義 那求神的義 我認為就是大方向的而言 也就是說 上帝給我們 每個基督徒的托付 那就是 無論你是在哪裡 就是要完成 上帝所托付的這個 大使命的內容之一 也就是傳福音 然後使更多的人能夠貴相處 好 那接下來呢我想來分享一個那個聖經的範例 那當然這個範例 或許跟福音戒毒傳道人的難處啊 然後如何突破啊 可能感覺那個關聯並不是那麼的強 但是呢我覺得這段聖經呢 帶給我的領受 它有一個上帝特別檢選一些弱勢 或者是說上帝特別使用了一些不起眼的人 就像是保羅所說的 好像上帝常常使用一些低下的人 然後使那些再高位的人有沒有 絕對羞愧 然後上帝常常使用某一些真的很不起眼的人 但是呢 卻讓某一個好像很有名的人 很有名的人這樣羞愧的這個部分這樣 所以呢我就用這段的聖經呢 來做為今天的那個聖經的範例 那經文是在馬可福音的16章1到16節 那我就順著這樣讀過去 第一節 過了安息日 摩大拉的馬利亞和雅各的母親馬利亞 並撒羅米買了香膏要去高耶穌的身體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出太陽的時候他們來到墳墓那裡 彼此說誰給我們把石頭從木門滾開呢 那石頭原來很大 他們抬頭一看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 他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 穿著白袍就勝驚恐 那少年人對他們說 不要驚恐 你們尋找那定時自駕的拿薩勒人耶穌 他已經復活了 不在這裡 請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 他在你們已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裡你們要見他 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 他們就出來從墳墓那裡逃跑 又發抖又驚奇 什麼也不告訴人 因為他們害怕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穌復活了 就先向摩大拉的瑪利亞顯現 耶穌從他身上曾趕出七個鬼 他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 那時他們正哀痛哭泣 他們聽見耶穌活了 被瑪利亞看見卻是不信 這是以後門徒中間有兩個人往鄉下去 走路的時候耶穌變了形象 向他們顯現 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 其餘的門徒也是不信 後來十一個門徒做起的時候 耶穌向他們顯現 責備他們不信心裡剛硬 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 看見他的人 他又對他們說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 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這是今天我們讀的經文 那這篇經文他談論的 他當然就是有關耶穌復活這件事 其實耶穌復活這件事 其實在我們的基督教裡面 我覺得它是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個事情跟基礎 但是死裡復活這件事 其實是我們可能一輩子都沒有看過的 甚至於你知道的 你認識的幾輩子的人 都沒有看過的事情 所以就基督教而言 最常會引起討論議題的 就是耶穌基督的復活 但是從我們剛剛讀的經文 其實我們會發現 作者馬可 他選擇了一個很特別的方式 或者是說他選擇了一個很特別的視角 來述說描繪耶穌復活這件事 譬如說通常我們要仔細追究一件事情 譬如說像基督復活 然後他要被討論 然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的時候 其實通常我們會沿著那個主要的事件 它的意義價值原因後果產生的影響力 因為我們要談論的那個主要的事件 他就是主角 相關的人的人就是主角 然後從他發生的影響力來作為 這件重要事情的一個詛咒 好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今天要我來介紹台灣福音戒讀 我會怎麼介紹呢 我大概我會從馬英九 馬英九在當法務部長的時候 然後呢就來到我們的陳希惠 然後來到我們陳希惠的官房之後 就覺得陳希惠這個戒讀的 非常的有意義 然後做得非常的好 於是呢就有機會跟著我們劉銘和牧師呢 跑到太北去 結果他從太北親眼目睹那些狀況之後呢 回來他在法務部長的任內呢 他就把那個吸毒者從犯人 百分之百的犯人 他就變成一半犯人一半是病人 於是呢整個我們台灣 對於毒品的這個儲域 他就受到了很很大很大的影響力 我大概就會這麼介紹陳希惠 如果要介紹劉牧師呢 那我大概就會從 劉牧師在民國幾年的時候 他得到第一屆的一個育林獎 然後呢 在劉牧師從香港過來台灣的過程當中呢 幫助了多少多少的人 然後建立了多少多少的據點 甚至於他把福音戒毒的 施工的觸角呢 扩張到美國 到加拿大 到緬甸 泰國等等的 橫跨 橫跨 歐 亞 美 橫跨三周 我大概就會 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介紹劉牧師 因為這樣子的來介紹 不是大家就會比較感受得到 就是說 陳希惠他的影響力 然後也比較能夠感受得到 劉牧師他對這個社會的貢獻不是嗎 但是呢 馬可呢 在馬可福音 我們剛剛讀 我剛剛讀的這個經文裡面 他卻用了那一種完全讓我們想不到的方式 然後來訴說耶穌復活這件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馬可採取的那個訴說的方式呢 他是把那個現場呈現出來 有沒有 就有幾個婦女 然後來到那個古墓有沒有 然後你就有一個畫面 有一個石頭 然後那個就說 誰幫我們把石頭滾開呢 結果他們發現石頭已經滾開了 有沒有 就會把現場呈現出來 然後呢 他卻把配角當作主角 我們仔細去看 去 再去看剛剛的經文呢 我們會發現 裡面最常提到最常提到的 其實 其實是某一群人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把配角當作主角 所以呢 我想我們就從作者的角度呢 我們來了解 然後更有一些的思想 好 首先 第一群 我說弱勢 她是怎麼樣 她是一群婦女 也就是兩個瑪利亞和薩羅尼 然後呢 聖經說 他們在出太陽的時候呢 就來到了墳墓口 其實我覺得這個似乎就表示 好像在表示有沒有 這群婦女 應該就是在天還沒亮的時候 她就出門了 所以她才會天剛亮 我想太陽剛出來 然後他們就已經到了墳墓口 我是這樣子講的 然後其實讀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就有先想想自己 我自己這輩子我會為了什麼事情 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就出門呢 然後特別是那個 耶穌復活的那個時候 可能也應該還沒有鬧鐘對不對 但是我第一個想到的 我會為了什麼事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出門呢 我跟你講就是毒品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毒品 那當然啦 有時候也會偶爾在天未亮 就是一些緊急的事故嘛 或者是旅遊 這個也有可能 但是總之這個那是比較特別的 比較少部分的事情 但是呢我覺得 會讓我們在天未亮的時候出門呢 我會覺得那肯定是我們心中掛念的事 所以呢 由此可見這一群婦女呢 她們心中對耶穌的感恩 對耶穌的愛 是真的非常非常真實的 我就在想 我們現在的靈修生活啊 我們是被耶穌的愛吸引 還是說 因為我就是信基督教 牧師就這樣教 晨曦會就這樣教 我們就一定要有什麼樣的時間來靈修 我們的靈修是因為這樣呢 還是因為我們 只要在空閒的時候 或者是什麼 某一個獨特特定的時間 然後我們去靈修 我們是因為要跟耶穌見面 是因為被耶穌的愛吸引的人 其實我們可以想一下 如果不是如此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應該要調整 否則 就真的會很容易落入那個 行李如宜的那個狀況 其實我就常常這樣 然後為什麼我會說這群女人是弱勢呢 因為從羅馬的文化來看 女人其實她面對著很大很大的困難 因為他們在當時候的射精地位 其實非常非常的低 低到多低呢 我舉一個例 就是說 那時候的羅馬 在法庭上做見證人 女人的見證不能夠被法庭採納 所以你看看這個 這個有多特別 女人 她們不能夠為某件事情去做見證 因為她的見證是無效的 那當然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它有很多的很多的可能 譬如說女人的特質 確實跟男人不一樣 我們都知道 就是好像我看過什麼研究 就是女人一天 一天要 假設一天要說五千句話 但是男人呢 可能一千句話 就覺得已經很飽了 已經說不出話來了 但是女人卻 確實喔 我就記得那個 我跟我太太 我太太她最希望的 就是在睡覺前能夠跟我 至少能夠一起講話 一起聊天一段時間 這個好像真的是特別 女人跟男人比較不同的特質 總之羅馬文化 它是以男人為中心的 然後馬可用這麼長的篇幅 1到11節 來描繪一群女人看見的事 但是你看喔 那時候的背景就是羅馬統治的嘛 所以那時候女人說的話又不可信 那為什麼馬可他要這麼做呢 或者是說為什麼聖靈要如此引導馬可這麼寫呢 所以這可能是 要將我們帶回到伊甸園的第一現場 因為伊甸園的第一現場 那時候呢 是蛇先向女人說話 所以呢有學者呢 主張女人是原罪的來源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 所以也有可能這個是 是在那個時代那個時候 女人不被受到平等對待的原因之一 但是呢 耶穌卻不一樣 耶穌選擇讓婦女成為他復活的第一批見證人 在某個意義而言 我覺得是耶穌他真的重新提升 婦女在整個社群當中的地位 我們現代人都很會唱權對不對 特別是我們現在台灣都很民族嘛 都非常非常的民族 所以其實現在的女人 在社群當中的地位 也已經跟過去很不同了 甚至於我覺得 甚至於有那個 超過那個弟兄 超過男生的這個現象 然後坊間呢 也有很多讓女人 感覺有沒有被尊重的書籍 特別要讓男生買去看的 我就看過啊 我就看過啊 然後我看過最多的就是 他有一次就提出了709個建議 給男生了 我現在就是特別整理了兩個 來供大家 那個在社群面前的男士們你們做參考 如果你是女士呢 你也可以聽聽看 我那個整理貴難的這兩點 是不是有到位 就是第一個部分就是 當他那個女生 就是你身邊的那個他 在對你說話的時候呢 請你務必要停下 你正在做的事 並且轉眼專注看著他 給他百分百的專注力 這個是那個 基本書都有提到的 然後第二點呢 就是當你身邊的他 說的話你不贊同的時候呢 請你千萬不要在眾人面前 叫他不要說 就這麼簡單 希望這兩個 跟各位分享的建議 有效 能夠幫助我們的那個 夫妻關係或者是交往關係 能夠更加的甜蜜 然後呢 那耶穌復活呢 其實我覺得不僅僅 他是要面對解決男女不平等的這個難題 或者是問題 其實在應用上 我們更可以把它擴展到 很多很多的弱勢族群 不是嗎 弱勢需要我們幫助把它裝扮得更加容美 這也是聖經中的教導 所以當我們去學習與弱勢同在 然後我們去學習分享 共擔 也就是說我們嘗試去學習愛的時候呢 其實他就會像那個悲慘世界 書裡面所說的 當你去愛一個人 你就能看見神的面 如果你因愛而受苦 那麼你要愛得更多 如果你因愛而死 你就會因愛而活 我非常喜歡 然後也非常能體會那個 那個悲慘世界這本書裡面 說到的這幾句話 真的這幾句話很值得我們去 慢慢地去琢磨思考 其實悲慘世界 他其實 他的內容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小偷 然後被警察抓 然後去服刑之後就回來 然後回來了之後呢 那個警察就不相信那個小偷會改 於是呢 就一天到晚盯著他 等候他再犯 然後他再犯了之後就要把他抓回去關 結果呢 這個小偷呢 當然知道這個警察一直盯著他嘛 然後就說就四處跑 然後就工作也沒辦法很穩定這樣 結果有一天呢 他就去落腳在一個那個 教堂裡面 那教堂裡面就有神父嘛 結果那一天晚上呢 他就看到了那個教堂裡面 有那個看起來就非常有價值的那個營燭台 於是呢 他真的忍不住 他就偷了一個營燭台 結果偷了之後呢 當然就被那個警察抓了嘛 然後那個警察抓了 我就知道你會再犯 於是就把他帶到那個神父那邊 希望神父能夠 做見證嘛 就好像做一個筆錄嘛 然後證明他就是偷了 他就馬上就可以把他抓進去關 結果沒有想到 當這個警察 帶著這個小偷去到那個 見那個神父的時候呢 那個神父卻說 哎呀 對啊 這個就是我教堂 我教堂裡面的營燭啊 但是先生 我記得我是送你兩把 你怎麼只拿走一把呢 來來來 你另外忘記拿走的一把也拿去 這個小偷就因為這個神父的這個舉動 於是書裡面的這個小偷呢 他從此改變 然後他從此感受到他被愛 於是呢 當他事業有成 當他有能力的時候呢 他也 可以開始學習付出 學習去愛別人 特別是他說 你因愛而死 你就會因愛而活 確實啊 我就想我自己 或者是各位你們也可以想想你們 各位 現在有什麼樣的人 他可能已經過世了 可能已經被主接走了 但是他卻因為愛 現在都還一直活在你心中 我覺得他們這些人的愛 就是因愛而活 一個最實際的例子 這群女人呢 因為愛 他們看見神的面 未來呢 他們也會因為愛 而活著 然後 經文接下來就介紹了 第二群第三群 這個我就沒有不提弱勢了 我就會說是不信的基督徒 竟然是基督徒 但是他又加上不信 也就是說 第二群 經文介紹出來的人呢 他說是一群向來跟隨耶穌的人 在第四節 是向來跟隨耶穌的人 然後呢 他們聽見耶穌復活了 然後作者馬可直接說 他們卻是不信 常常在跟隨耶穌的人耶 可是聽到耶穌復活了 他們卻是不信 我覺得蠻特別的啊 然後呢 再來他經文又提到 有兩個往鄉下去的門徒 這就是門徒喔 門徒可能比向來跟隨耶穌的人 就更親了 跟耶穌更親了 然後呢 走路的時候呢 耶穌變了形象 向他們顯現 然後呢 他們去告訴其他的門徒 結果呢 是其他的門徒也是不信 其實 我一開始在仔細看的時候呢 其實覺得還蠻特別的 但是仔細想一想呢 不信其實正不正常 就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我們這輩子 我們有沒有看過誰 死裡復活過 不只沒看過 可能我們連聽都很少聽 所以我覺得其實門徒不信 好像也很正常 因為畢竟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真的有誰死裡復活過 對不對 但耶穌呢 竟然 但是最特別最特別的地方呢 是 當馬可在記載這群 第二群人第三群人 聽到耶穌復活的事情 他們不信之後呢 然後耶穌在十二門徒聚集的時候呢 耶穌向他們顯現 然後責備他們不信之後 耶穌就把大使命 有沒有 就把大使命 傳給這些的那個門徒 其實耶穌竟然已經復活了 他為什麼不拆拍天使 然後他為什麼不拆拍那些優秀的 或者是說如果我是耶穌的話 我就趁著我復活的那個時機 有沒有 我就趁著那個時機 我就高調的召開記者會 有沒有 說你們看 照著我之前說的我已經復活了 好 不信的人在哪裡 給我一個一個站出來 不是嗎 這個時機不是很好嗎 那些真的看到我死的人 一定看到我的復活之後 一定被我嚇得 整個下巴都快要掉了 然後呢 接著他們可能就會來到耶穌的面前 認錯啊什麼 然後跟隨耶穌 按照我的想法就有可能是這樣 可是不是耶 原來福音的重點 它永遠不是這些 這些的怎麼樣 所以說怎麼樣能夠傳扬怎麼樣 而是說 而是救恩 就是說而是救恩與每個人 救恩對於人而言 它的關係有多麼多麼的關鍵 多麼多麼的重要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這些的婦女 耶穌檢選的這群婦女 成為他第一批復活的見證人 可能有那個用意 就是回到伊甸園的第一現場 也就是說我們在完美中 失落了 然後到現在耶穌成就的救恩 但是我們其實仍然常常在這個 半信半疑當中跟隨 但是雖然我們在半信半疑中跟隨 但是上帝仍然這樣的扶持我們 愛我們 仍然這樣的建造我們 然後在跟隨事奉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讓我們這半信半疑的人 就一步一步的趨向更完美 一步一步的趨向更討成喜悅的那個方向 傳福音是大使命對不對 但我們有時候卻很沒有膽量對不對 我不知道各位 其實我對於傳福音 講見證我 我就很有膽量了 譬如說我去吃飯去哪裡 如果人家願意跟我交換 我說我已經吃大的 我已經是吸毒的 然後但是如果就是說那個 好像去公園然後找一些人 然後刻意主動的去傳福音的 這種方式有沒有 我坦白講 我真的很敬佩那些宣教士 然後很敬佩那些 那些人 那些就是不斷的一直在傳福音的那些人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敬重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不足 其實我覺得當我檢視自我的時候 我覺得為什麼我會很沒有膽量呢 其實很大的可能其實就是因為我內心 對福音就是處在一個半信半疑的狀態 因為我從前做壞事我臉不紅氣不喘 然後做壞事我跟你講 叫我隨便找個理由 合理化自己的那個做壞事的理由 我都很快就能夠找得到 可是現在真的叫我發個福音單章 哎呦我真的會臉紅耶 臉紅到不行 我記得有一次那個我讀門訓的時候 然後在雙和禮拜堂實習 然後那時候呢我們就去公園要去傳福音發單章 喔這個這個這件事我也真的記住了很久 我想我也應該除非我老人痴呆症 要不然我真的也應該永遠不會忘記 就是那一次在一個禮拜六的下午 然後呢我們整個教會就說 要去附近的仁愛公園有福音行動 那那個福音行動其實很簡單 就是發單章 然後發單章的童子就說耶穌愛你 然後呢看到有反應或者有興趣的對象的時候呢 你就跟他一對一的步道 大概是這樣子一個內容 其實我那時候 因為我是實習神學生嘛 那一定要參加嘛 其實參加的過程前我其實很緊張耶 因為我從來沒有發福音單章過 所以我那天我記得我就非常非常的緊張 然後緊張的同時呢 我又有一點點的興奮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學習 就會很容易就是會自我形象覺得可能還不錯 譬如說我雖然很緊張 但是同時呢我就會想到 但是主說傳福音的角鐘有沒有 是何等的加美 然後我就好像彷彿看到自己的角鐘 就很加美這樣子 就是我是帶著一種又緊張 然後又有點興奮的那個心情 但是呢 我自己心裡面的經驗判斷呢 我又會覺得這個發單章 我應該要有預備心 我應該會很挫敗 因為我以前曾經遇過人家發單章給我 人家發單章給我之後呢 我連看都沒看 我接著就丟了 就往那次總丟了 所以喔 果然那一天去仁愛公園發單章的時候呢 果然 我說耶穌愛你 我把福音單章傳給人 傳給前幾個人 那幾個人接了 隨手就往旁邊的垃圾桶丟了 那丟了之後呢 我瞪他一眼 然後再偷偷傳到後面 再去把福音單章講回來 然後那時候我心裡面就在想 欸主啊我是第一次傳福音耶 要不然主啊 你也讓我就是說 以後有傳福音的膽量的話 那你今天你真的幫我製造一個好機會 讓我真的經歷一下 我真的透過這樣的傳福音 然後真的有人對福音有反應 然後讓我有機會跟他談 甚至於能夠帶領他信耶穌 一個都好 我說耶穌啊 你就幫我這個忙嗎 因為說不定我就能夠因為我這次的經歷 我以後發單章我就沒有恐懼症了 對不對 結果呢我禱告完之後呢 其實我就開始 在拿牌裡面我就尋求我要有一些的策略 我首先的策略是什麼呢 我就去找那個好像做著沒事幹的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到 有一個年輕的男同學跟女同學 然後坐在公園的那個椅子上面 結果兩個人呢 坐在一起然後坐得很近 但是兩個人都沒有在講話 我就講說兩個人都沒有在講話 我就跟你們兩個傳福音當章給你 我就說耶穌愛你們啊 結果呢反而給那個男同學製造的機會 那個男同學就牽著他旁邊那個女同學的手 就說我們走不要理他 就走掉了 我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於是呢我就又四處看四處看四處看 結果遠遠的讓我看到在仁愛公園 他圍牆那邊有一個花圃 那邊花圃旁有做了一個那個婦女 一個人也是一個人 於是呢我就過去 然後我還深刻的記得 我那天遞給他的那張福音單章 正好就是劉明和牧師的見證 然後劉明和牧師的見證他的第一份DM 他上面的大標題是寫說 從強盜變傳盜 我都還記得 如果現在你們手頭上 還有這張的福音單章 我說不定你們可以拿來給劉牧師 劉牧師可能可以請你吃一頓飯都不一定 因為這個算是紀念版 然後我記得我就是拿那張福音單章給她 結果呢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婦女接到了我那張我遞給她的那個福音單章之後呢 我真的看到她那個兩行淚就這樣子流下來 然後我就覺得 喔 上帝真的回應我的禱告喔 於是我就進一步的趕快去 然後我就說 你好 你好 我是在這邊那個教會 雙和禮拜堂的一個神學生 我過去也是吸毒的喔 因為我看到她那張單章 我就過去 我想說你看單章 我實際跟你講 說不定你也可以很有感覺 總之我就很積極 所以當我很積極的過去 很熱熱的過去的時候呢 沒想到那個反差出現了 那個女人 那個女 那個婦女 她就把單章就忽然之間就 往我的手邊這樣 放 我沒有料到她會把單章還給我嗎 於是那個單章就這樣掉在地上 然後我就趕快地樓去撿 然後地樓去撿的時候 那個婦女她轉頭就走 但是在轉頭走的時候呢 我清清楚楚清晰的聽到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的那個話 她說什麼 她說 這張單章啊 晚了三年 我不知道如果你們聽到這句話 你們的解讀會是什麼 我當下我的解讀是 這張福音她應該是有兒子或者是 或者是什麼親人在三年前因為吸毒而過世 所以她當她收到這份單章的時候 她說晚了三年 所以我那天經歷到上帝的 原來經歷的不是傳福音的成功 原來那天我經歷的是 就是上帝給了我一個 她的心的那種感受 也就是說 福音啊 它真的是關乎一個人的生與死 傳福音的行動 我們都常說其實它就像是我們信心的脈搏 然後我們因為傳福音的行動 因為傳福音的行動要出於我們的信心 真的啦 今天我們傳什麼 如果我們對那個東西沒有信心 你一定傳得不好 你今天做一個業務員 你對你自己的產品沒有信心 我就不相信你的產品賣得好 除非你就是一個很善於很善於說謊的人 然後從頭到尾就是說謊的人 否則你不可能 你去傳福音 然後你去 你對你那個東西它沒有信心 我們相信人最大的需要呢 就是上帝的救恩 然後我們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我們真的相信嗎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 我們 好好的去傳福音吧 應用 我用這個我在運動的時候 然後去看到的一個實際的一個例子 來做這個 我們半信半疑中跟隨 然後在半信半疑中被建造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 我有一次我常常在那個永和的合體那邊跑步 然後有跑步你就會知道 跑步是最好不要講話的 因為跑步你只要一講話 然後你那個呼吸啊 你就會不協調 那不協調之後呢 你就會覺得很喘 很累 我不知道有跑步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樣的感覺 總而言之 我只要跑步我一定不講話 我一定不講話 然後我就會去調節我的呼吸 什麼兩土一溪還是兩溪一土我忘記了 總之我就是會這樣調起自己的呼吸 然後就這樣跑跑跑 結果呢有一次呢 我就看到很特別的螢幕 有一群人在跑 然後呢特別的是 前面的那個人的手呢 綁著一個繩子 然後那個繩子大概有 三到三四米長左右 然後呢 綁著後面另外一個人的手腕 然後呢 就這樣子的這樣在跑 然後在跑的時候還很特別喔 在跑的過程當中 他們還會發出什麼聲音呢 哼 哼 我就覺得我一開始其實就是被這個聲音吸引的 跑步 跑步怎麼還會這樣子這樣子喊這樣子 這樣子叫呢 那這樣子不是讓自己更累嗎 它這樣子不是讓自己的呼吸更沒辦法協調嗎 那也就是這樣的聲音引發了我的好奇心 所以呢我就 去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經過的了解呢 原來是怎麼樣呢 原來啊 是那個陪跑者 在陪著四丈者在跑步 練習跑步 然後陪跑者呢 會跟四丈的跑者呢 他們用那一條繩子連著 也就是幫助那個四丈者 他在跑的時候 因著那個繩子的牽引有沒有 他不至於方向跟那個陪跑者跑錯了 然後再來呢 他們會邊跑邊喊 或者是邊跑邊說話的原因呢 就是說 讓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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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那個四丈者 能夠除了那條繩子以外呢 還能夠 聽陪跑者發出的那個聲響 然後更加篤定的確定 自己跑在一個安全的道路上 否則對於一個四丈者而言 我那時候我就試著我把眼睛閉起來跑 我跟你講 我不敢跑 因為你真的跑到哪個方向 你自己真的都不知道 你搞不好跑去撞樹了 都還不知道 所以他確實真的是需要這樣 然後在那個過程的當中 我就忽然真的就有一種的感受 或者是說感動 就是說 在陪跑者 陪四丈者跑步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越來越形成一種默契 跟一種彼此的信任 我覺得上帝彷彿彿就是我的陪跑者 然後呢 他透過我跟他的對話跟關係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信靠他的心呢 會從半信半疑當中 不斷被建造 其實這個真的就是我一路 這樣的信仰走來 有沒有 有時候我就常常覺得 相信耶穌這件事 我真的是相信 可是當某個事件臨到我 某個事情發生在我身上的時候 在某個當下 聖靈光照或上帝用某個方式 他才讓我恍然的知道 我不是很信上帝嗎 那我為什麼還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會有這樣的思想 是完全不符合上帝的呢 原來我在信耶穌上面 我根本信心不足 我根本是半信半疑 但是上帝真的非常非常的恩待 非常非常的憐悯 當我們仍然願意繼續信靠他 當我們仍然在生活當中 我們不斷地 嘗試跟主建立那個關係 雖然我們對上帝的愛 對耶穌基督 為我們而死 上十字架的救恩 我們有時候 甚至於是在自己都不知道的狀況下 你是半信半疑的狀態 你自己都不知道的狀態下 但是呢 上帝仍然不斷地信召我們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上帝非常非常大的恩典 其實我們整套的那個 的救贖 其實上帝 透過耶穌基督 上十字架這件事 然後透過 耶穌基督復活 不是說他 他就跟門徒說他 要回到父那裡去 因為他去是對我們有益 為什麼對我們有益 因為他去 父就會拆派另外一位保惠師 也就是真理的保惠師 然後他要幫助我們 進入了解一切的真理 原來這個救贖恩典 在這個救恩裡面 所有所有的上帝都我們被託了 所有的恩典 上帝已經一個一個都幫我們被託了 感謝主 真的是上帝很大的恩典 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題 當我們遇到難題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遇到難題 會 我們會不會因為信耶穌信靠耶穌 我們就不會遇到難題 我跟你講不會 但是我們怎麼突破呢 我有信靠上帝 我有信靠上帝 依靠上帝 上帝成為我們的幫助 上帝成為我們的安慰 上帝成為我們 跟我們 跟我們 跟我的那個關係的時候 很多很多的難處 他就能夠有所突破 謝謝各位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志偉牧師的分享 我想 線上的弟兄姊妹 剛剛志偉牧師也提到了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很多的突破的方法 很多的從聖經分享的 也有他個人的經歷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或許 線上的弟兄姊妹 有什麼問題 可以要問志偉牧師 或者是有 對任何問題 都可以提出來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可以提出來 一起來分享 或者是你對於 有什麼想要回應的 也都可以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胡音戒毒的確會遇到很多的困境 實在是有很多的難處 因為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所面對到 都是人的問題 都是人 人就會有罪性 童工也是一樣 每個人都是一樣 因為我們都是罪人 所以我們有很多人困難在當中 所以為什麼 福音戒毒 它必須要靠著福音 它不能用人的方法 當你靠著福音的時候 你才能夠 完全的降伏在神的面前 這樣子 你才能夠把那個罪性 對付掉 福音戒毒就是戒罪 不是在戒毒 毒只是一個 副產品 真正的 是讓我們得到 那永生的盼望 幫你的罪對付清楚以後 才可以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寶座前 得連續蒙恩會 做隨時的幫助 這樣你的人生 才不會繼續走那個回頭路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可能 真的因為我剛剛說過 因為我們一直在面對人的問題 因為對人性軟弱 自己也會軟弱 我們自己也有問題 但是別人也有問題 你會看到人的軟弱 你也看到自己的軟弱 這些東西 看到自己的問題 自己的難處 這些罪一直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這樣子呢 所以我們必須要常常的 來到上帝面前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戒毒村裡面 需要那麼多時間 因為我們一開始我們都沒有 都不認識主 我們都帶著一個破碎的生命 破碎的關係 我們才會去吸毒 去做這些不該做的事情 然後我們來到戒毒村以後 其實我們的身心靈都是 關係都是很破碎的 跟家庭的關係 或者是社會關係 社會群體 或是人的關係 都是不好的 那這樣子重建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我們從一個破碎的 要開始要進到 來到上帝面前 所以又會有很大的困難 可是神的話語 在我們那裡 必須要靠著神的話語 所以我們必須 有安靜的時間 每天讀神的話語 然後透過讀經禱告 然後還有過來人提出的榜樣 這樣子在戒毒村裡面 才能夠慢慢的 在我們每一個人來到上帝面前的時候 這生命才會改變 才會突破那個困境 突破那個難處 這是需要時間 需要難處的 需要困難 需要時間 然後需要有些功夫 不是說一下子就會 馬上就完 可以達成了 有人說 我戒毒 我來承吸位 已經幾個月了 我身體都好了 我不吸毒了 我不會想吸毒了 因為這邊也沒有吸毒 沒有毒品可以吸 所以他就想要離開 我們看到很多例子 一離開 第一件事情就馬上去 譬如說先抽個菸 就先喝酒 然後慢慢的就又開始又吸毒了 這是一定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要鼓勵 要留下來 剛剛我們 其實像我們 陳希薇的很多弟兄也是這樣子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去念職門訊 或是念門訊 所以智瑋牧師他也發展了外展隊 我覺得外展隊 真的就不是在工作而已 他這個工作的過程當中 陪伴弟兄 其實就是在幫助他們 也是在講福音 談福音 這過程不是這個工作 重點是那個陪伴 所以今天看到智瑋牧師 他頭上還會受傷 因為他今天去工作受傷了 所以他這個 我就常說 我們外展隊不是在做工而已 做工每個地方都可以做 但是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有牧者陪著他們 然後他們每天有靈修禱告 繼續對付 當然他們 當然我們是最希望他能夠 去念書去裝備 將來能夠服侍神 但是可不可以透過 外展隊來服侍 當然也可以 外展隊他們生命的呈現 他們去工作 可是重點是這個工作 是要有福音在裡面的 這個福音就是要什麼 平常當然我們戒毒村裡面 就已經帶他們新耶穌 然後出來以後 繼續有牧者在陪伴 這過程當中 或許會有弟兄會有軟弱 會有難處 但是我相信這就是過程 這陪伴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很多的困境 需要去突破的 總是靠著上帝的恩典 一一的去突破 剛剛志文牧師也感慨的 談到 遇到很多的難處 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我剛剛說過了 這就是人 人的環境裡面一定是有很大的問題 好 這裡有個問題說 請問志文牧師 是否有弟兄姐妹一直重複禁出村 他就是一直無法勝過罪的捆綁 他是否沒有真正悔改 或對神沒有信心的問題 或對神沒有信心的問題 好 我們來請志文牧師來回答一下 其實確實在晨曦會當中 確實真的有一些的那個弟兄姐妹 一直重重複複 一直反反覆覆的進村 像我就曾經有聽過一個弟兄 然後他跟我聊天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來晨曦會沒多久 他跟我說 他在晨曦會繳了保證金 大概繳了二十幾萬 我們都知道 每次保證金可以退還的是七千塊 他說他繳了二十幾萬 當然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是由此可以知道 就是說他確實是 一直是在反反覆覆的狀態 那我覺得他會反反覆覆的狀態 其實他也有一些的部分 是跟他的使用濫用的物質有關 我知道的大部分會反覆進出的人 他其實大部分都是有關喝酒吸膠的 喝酒吸膠的 為什麼他們相對的 他們會比較容易復發 因為他們物質濫用的那個 那個濫用物質就是比較容易取得 然後他是否沒有真正的悔改呢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只有上帝能夠來下定論 因為我們真正悔改的那個對象是在上帝的面前 有一顆真正悔改的心 像其實我 我其實還沒來晨曦會的時候 我姐姐就把福音傳給我 然後我曾經就是在還沒進晨曦會之前 我就在那個基隆的一個教會裡面 有聚會一年多的時間 結果一年多我都非常的穩定 結果一年半之後呢 我又吸毒了 我有沒有真正的悔改呢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我那時候反覆問自己的問題 我有沒有真正的悔改呢 我有沒有真正的信耶穌呢 如果我真正的信耶穌的話 有沒有 我怎麼還會去吸毒 可是如果我沒有信耶穌的話 我怎麼會因為吸毒這件事情 讓我變得這麼痛苦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我自己的答案是 我相信我是有真正的悔改 但是因為我的罪性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所處的環境 然後因為人性 就是帶著罪性的這個問題嘛 所以我沒有辦法放下那個 那個吸毒當中 他能夠帶給我的那種感覺 然後對神有沒有信心呢 我覺得其實跟有沒有真正悔改一樣 我覺得我們絕對不要輕易的去 說我們身旁的人 他有沒有真正的悔改 或者是說他對神有沒有真正的信心 因為這一切上帝知道 只有上帝是他的主 這是我在這個過程當中學到的 不曉得有沒有回到您的問題 回答到您的問題 可以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他說 他說我的侍奉過程 我自身有遇到最深刻的難處是什麼 在突破上又有哪些分享 就是談到侍奉嘛 所以我就不是談本身的遭遇的話 那我在晨熙會的侍奉過程 我遇到最深刻的 讓我最難過 很難過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很 我只能夠說難過 我沒有辦法再用別的詞形 我那次的難過是我難過的 然後就坐在那個 我們那個借讀村的頂樓 我就坐在那邊一直掉眼淚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掉眼淚 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我那時候門訓結業的時候 然後剛好是我們那個 艾甫村成立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算是 我也是第一批去艾甫村實習的 我覺得我 我那時候 我真的很有熱情 然後我也真的 我真的我也覺得 我對這群弟兄 也滿用心的 然後這群弟兄呢 從平常的日常生活當中 回應我的呢 我覺得也很OK啊 就是大家都有彼此尊重 都有彼此那個啊 結果 後來就不斷的發生 譬如說 抽菸嘛 然後抽菸 我們就勸導他不要抽 勸導他不要抽 因為我那時候從門訓結業 我一心一意就是想說 他們如果離開的話 這個機會就沒了 所以就盡量 盡量留盡量留 大部分也都留下來了 可是 直到有一天 他 我們那個艾甫村 他爆發抽菸的狀態了 是什麼狀況 是全村的人都抽菸的 所以那時候劉牧師就過來了 就只是說 全部離開 艾甫村重新再來 其實我那時候還好 我那時候的心情還好 雖然有些挫敗 但是還好 直到他們都離村了嘛 然後我一樣要走在那個芥祖村裡面 然後我就掃地嘛 然後我就爬到那個天台 我們那時候艾甫村 我記得是在新店 然後我就爬到那個天台去 因為天台風大嘛 山上風大 你要去掃葉子 有時候那個排水 排水框會堵住嘛 我就上去掃 結果我就從那個我們弟兄的 那個宿舍的平台 然後有一個樓梯 他能夠爬上天台 然後那個天台下面呢 他還有一個 像是一個很大的 那個落差的一個階層 也就是說 你如果只站在弟兄的宿舍 這邊的天台上面 這樣往天台這樣看 你看不到 但是你如果走上天台 往下一個天台看 你就會看得到 你知道我那天看到什麼嗎 整個那個天台 那個天台大概有幾坪大 大概將近至少有八十坪 八十坪 我跟妳講 全部都被淹頭沾滿 我那天看到那個景象 其實不是 不是學淹頭抽淹的問題 是我到底是 我到底是在幹嘛 我不是在服侍嗎 我不是在晨曦會服侍嗎 我怎麼可能 讓弟兄抽淹抽到這種光景 整個天台滿滿的都是淹頭 我經常完全不知道 那一次是我服侍過程當中 我覺得 讓我最痛苦的那一刻 真的 我那天就真的 真的整整的都在那個天台上 然後眼淚一直掉 一直掉 一直掉 大概有一兩個小時 然後我再眼淚擦一擦 我再走下去 然後呢 就跟那個屬靈長輩分享這件事 然後屬靈長輩就安慰我這樣 大概就是這件事 好 謝謝志偉牧師的分享 剛剛第一個問到說 有提到說 他是重複一直進村 他是否是沒有真正的悔改 志偉牧師提到講的沒有錯 我們每一個人都沒辦法預測到他 到底有沒有信耶穌 他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悔改 所以總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每次都一直給他機會 除非他真的很 很態度很不好 他也不願意改 好 我們總是想盡辦法 因為我們總是希望 我想 我跟志偉牧師 我們都應該都是有同樣的心情 想的就是說 他這一次會不會變好 或許就在這一次 或許這一次 我們再原諒他 再給他一次機會 他或許會變好 我們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變好 但是我們總期待他 至少在我們戒毒村裡面 至少會比較安全 所以希望他能夠繼續留下來 所以呢 對神有沒有信心 有時候我們真的 但是當然從他的生活上 從他的講話 生活態度 他是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他平常跟上帝的關係 或者是在他對於聖經的 有沒有比較有沒有追求 是可以看出一些 但是也不是全對 沒有 所以有時候總是有聖靈工作在當中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 當然他就是一定沒辦法 勝過罪的捆綁 因為他一直在罪中打滾 但是我們只能為他祷告 幫助他 塑造一個好的環境 來幫助他能夠走過來 走出這個罪的捆綁 那你沒辦法說 這是你進來一定是不會成功的 不一定 因為我們不曉得他什麼時候會成功 所以這是我覺得 我再補充一下 這些剛剛講的 志偉君講的沒有錯 還有剛剛也提到說 提到那個愛府村的 說那件事情 其實那時候 我有去實習過 後來我有去實習 那時候很亂 我覺得很亂的原因是 因為剛開始 他們都認為說 他們感染了這個愛府村 是時間不多了 他們覺得要求什麼 但我覺得劉牧師很好 劉牧師是很堅持的 你們自己都覺得沒有盼望的 但是劉牧師說 我就把你當作一般的 一般的戒毒的人 一般的沒有什麼兩樣 更有魄力的是 剛剛志偉牧師提到的 就關掉了 因為他們認為說 你們把我們人趕走 你們這個愛府村都開不成了 劉牧師真的很有魄力 關掉 我們重新再來都沒關係 他們也不怕粗糙 不怕人家笑話 不會 有什麼好笑的 沒什麼問題的 我們重新再來 把那些人都趕走 都讓他們離開以後 重新再找人 還是有人進來 然後進來又重新一個 因為那個壞的文化 原本那些不好的文化 會一直影響新進的弟兄 一個新來的弟兄 他進到戒毒村裡面 他本來想要好好改變 結果那個村中 那個文化就是不好 那個村中的環境就是不好 因為裡面有罪的問題 沒有處理好 所以當牧師這樣子決定 把全部都關掉的時候 感謝主 接下來就過了 差不多應該是兩三個月的時間 重新再收 然後一個一個慢慢帶 我們常常說 沒人也沒關係 一個也是人 一個兩個慢慢帶 帶久了 感謝主 我們現在的愛撫村 到現在已經都有同工 都已經成為正式同工 都已經出來服侍了 我們的過來人 都已經出來服侍了 他們都是經歷過這個過程的 所以這是我覺得 我們可以去理解的 可以知道當時候那種狀況 那種情形 所以 感謝神的恩典 剛剛志偉牧師也分享到 其實的確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可能會掉眼淚 這是一種挫敗 那提到說 這裡也是要問我說 有沒有自身的侍奉最深刻的印象的難處 或者是如何靠主突破的經歷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的是 就是服侍的男士 是我在教會的服侍 我在教會的服侍呢 那時候在服侍 剛剛到教會的時候 我們在開執事會的時候 我就被指著 指著我說 你不要帶一些那些吸毒的人 那麼多人來到我們教會 會把我們教會的氣質變低了 我聽的就是真的 不曉得該怎麼講 我很生氣 但是呢 我感謝神 我們都沒有講話 我就是這樣子默默的不講 就沒有講 你知道我為什麼 如果那時候 當時候我生氣 如果用血氣來衝撞的話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那個人就一定會說 你看吧 這就是吸毒的人 吸毒的人就是這樣子 講每兩句話就跳起來 我很生氣 因為為什麼我很生氣 當他講這種話 其實是傷害到 我是一個根深人 我是一個吸毒的人 但是後來我想一想 我也能夠理解 他其實也有擔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本身見證不好 很多人見證不好 所以讓他們擔心了 那這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但你生氣有用嗎 也沒有用 那怎麼辦呢 其實感謝神 我覺得當我們默然不已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上帝就會自己出手 後來我感謝神 當我真的 那我都沒有發飆 然後我們都一起 一起繼續努力的同工 跟人家一起和好 然後努力的讓這個教會能夠順利 後來那些人懷疑我們的人 懷疑覺得說 你這些人會不像 他們最後都變成我最好的同工 最得利的同工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真實的用生命來呈現 真實 因為這就是我們在晨曦會 從聖經所領受的 牧師教導我們的 劉牧師 我建築的牧師 都是親自帶著我們的做 然後他也常告訴我們 就從聖經的教導 你發怒也沒有用 你發脾氣也沒有用 你發飆要幹什麼 發飆也沒有用 發飆人家只是更看不起你而已 但是呢 主一定伸冤的 主必報應 這聖經告訴我們的 所以什麼事情我們就這樣子過 一定可以的 如果當時候馬上 一有動作來的時候 人家就笑了 這群人就是這樣子 就是沒辦法 但是我們可以讓人家刮目相看 就是我們的生命是不一樣的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耍流氓耍老大 現在不一樣 人家罵我們 我們都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笑笑的回應 為什麼 因為現在活著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所以這些過程當中 我是遇到過很多 另外呢 我也有一次的經歷是 我也覺得很難過的 是我看到 很多人藉著 這些吸毒的人 要幫他們辦理申請計劃 申請什麼 利用這些吸毒的人 但是 都沒有再好好的傳福音給他們 沒有用福音 以為用一些 計謀 用一些方法 幫助他們找工作 就可以救他們 這其實是不可能的 行不通的 就我是一個吸毒的人的 的理解 我如果沒有先經過戒毒孫這一段 好好的認識福音 我是不會想去工作的 會 我會想工作 但是 當我賺到錢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我還是會去做過以前的生活 我還是會去做過以前的生活 譬如說 花天酒地啊 然後最後 走到後來 就是又走為吸毒的老路 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些 用不對的方法 用不是福音的方法 要幫助這些人 雖然有熱誠 但是其實是把這些人 引到更糟糕的地方 這也會讓我 我也會覺得很挫折 所以為什麼 劉牧師那時候跟我講說 很多人沒有好好的傳福音 我會很認同 因為我在外面 我在幕會的時候 我看過很多 很多例子 我覺得吸毒的人很可憐 他們這麼可憐 竟然還有人要利用他們 然後你不幫助他們 你就是等於是 一步一步看他去死 看他走向絕路 所以我就覺得說 很佩服劉牧師 他在帶領我們晨曦會的時候 他堅持那個福音 堅持這個福音 才能夠真正的幫助人 劉牧師他跟我們說 如果你沒有幫助 沒有傳福音給這些人 沒有福音信給這些人 你做的工作 就只是工作 陳曦會再大也沒有用 因為在神面前 一點價值都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得到福音的好處 所以我深深的覺得 在陳曦會裡面 劉牧師他是每次 所考量的都是 弟兄姊妹的生命 他絕對不會考量到 我們的錢 當然一定要有些事情 一定要有錢才能夠做的 但是他一直相信說 一直堅持一件事情 就是福音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 每次我們在跟 戒毒村的弟兄 我們在跟 在所有的訓練 都一定要以福音為前提 因為只有福音能夠幫助人 這是牧師的堅持 我也是很贊同 因為就我是一個吸毒的人 我知道我是怎麼改變的 我是接受福音 我是聽信了福音 然後我認識了耶穌 改變的 我不是因為做什麼事情改變的 不是因為找到一個好的工作改變的 也不是誰對我很好 我就會改變的 不是 是因為我信了耶穌 然後接受了福音 才會有生命改變 所以這幾個 在我侍奉當中 我覺得很多難處的 很多困難的 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我特別為了這個 有些人他沒有辦法得到福音 然後他一直在走錯的路 他們還不 他們還不願意管他 只是擔心他們的工作 有沒有做好 這是我最難過的事情 我感謝神 在晨曦會我沒有看到這樣子 包括我們雖然 我剛剛說過外展隊 那不是在工作耶 他們是真的是在陪伴 陪伴他們做事情 然後的過程當中 就是在做福音的工作 因為重點是 陪伴的人有沒有福音 這才重要 陪伴人有福音 他就能夠分享福音給別人 所以為什麼劉牧師 要訓練我們同工 每個人都能夠講到福音 都能夠多講一些福音 因為人的愛都是有限的 只有從神而來的 只有認識主 福音才能夠在他裡面彰顯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這是我一點點的分享 我不曉得在線上的弟兄姐妹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報告一下 有沒有想過放棄 我覺得這是一個呼召的問題 放棄呢 當然那時候想說放棄 但是想一想 當你回過頭來想一件事情 想你當初是怎麼得救的 是沒有理由放棄的 因為上帝也是我們 把我們這些人 在這麼不堪當中 他拯救了我們 我們自己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上帝祂用百般的忍耐在寬容我們 我們也需要這樣子 所以當我們軟弱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時候 感謝神 我們就是每天有成根 有服飾 有禱告 然後我們有彼此的團氣 譬如說 有時候我們很軟弱 譬如說我們跟志偉牧師分享一下 或者說我們都知道彼此的難處 我們都知道彼此的帶導 這就是團氣的重要 所以陳希惠就是 藉著同工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團氣 然後我們有讀經禱告 然後重要的是 我們有神在我們當中 所以當那些想過放棄的時候 一時的軟弱 但是想一想 還是要舉起手來 繼續呼救主迷 我們繼續來帶 繼續來幫助這些人 當然是有困難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意象 這是一個呼召 放棄有那種念頭 但是不敢想 因為上帝已經拯救了我們 所以我們是沒有理由放棄的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來報告我們下一次的課程 因為我們這次有些新的課程 在下個月會出來 我們來報告一下 好 我們先報告 下次的分享是由劉牧師來分享 他是福音戒毒傳道人 如何承接意象與使命 各位都知道 我們現在劉牧師正在訓練我們 他要做一些傳承的動作 所以要來分享說 如何承接意象與使命 下星期十月十九號 劉明和牧師會跟我們來分享 好 接下來我要報告的是 2023年1月份 1月9號到2月20號 總共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因為明年的主題 在陳希未是堅持 所以我們會有 視訊課程會跟這個有關 生命與侍奉的堅持 總共有六次 六次的時間 以神為本 以愛為本 然後是劉明和牧師 然後福音戒毒中的 副代價的生命 李志偉牧師來分享 還有牧羊禮的堅持 姚建民傳道 還有堅持動力的與盼望 陳偉仁長老 視望中的堅持 蔡明昌傳道 還有愛禮的堅持 劉明和牧師 好 所以總共有六次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課程還是麻煩 線上的同工 弟兄姊妹 可以先報名一下 因為我們有表單 所以請各位能夠報名 讓我們知道一些 大概有什麼人 可以上官網來報名 這是我們從明年 2023年1月9號到2月20號 所有的課程 好 下一張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各位如果有空的話 你去看一些這些課程 這些都是我們陳希薇的同工 所分享的 那劉牧師都會在同工分享完以後 如果他在 如果他在的話 我們盡量就會跟 劉牧師就盡量會在線上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因為現在劉牧師常常 比較常常在國外 所以有時候國外的網路視訊 設備比較不齊全 所以沒辦法 我覺得劉牧師是這樣子 他盡可能的是 我們等一下那個 對你就二維毛的掃描 等一下我們同工會跟你分享 會跟你講 好 劉牧師他盡可能 在網路可以的地方 他都會想辦法上線跟我們分享 但是沒辦法就是沒有 因為他有時候有在聚會 其實我在前兩天也剛從太北回來 其實那個行程是滿檔的 一下子要趕去哪裡聚會 一下子早上成根 其實我們太北的同工都知道 所以劉牧師他的行程都是滿的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他能夠好好的休息 但是是不可能的 他的心就是很火熱 所以他有說 他說如果他在海外的話 如果有機會他就可以線上跟我們分享 可能就是要有些 剛好是有視訊方便的地方 網路方便的地方 他就可以跟我們分享 如果沒辦法 就我們其他同工會來補足 所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 弟兄姐妹不曉得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先低頭來禱告 天父我們謝謝你的恩典 謝謝主 透過今天的福音戒毒的分享 讓我們看到福音戒毒的確有許多難處 但我們不灰心不上膽 因為我們所仰望的是乃是主你自己 主我們再次的仰望你 主啊 當我們在有難處的時候 讓我們能夠繼續來到你的面前說 主啊 求你繼續帶領我們 因為這是你的工作 這是上帝你所設立的聖所 所以我們再次的 將我們自己也都交在主人手裡 求主你保守我們同工 不管海內外同工們 在服侍的過程當中 都有上帝的恩典與我們同在 主我們謝謝你 求主繼續保守我們這樣的視訊的課程 也求主你保守 劉牧師在海外的行程 滿有上帝的恩典與他同在 謝謝主 聽我們在你面前禱告 奉耶穌基督得聖的名 阿們 好 那我們今天課程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下個禮拜見